銀行股當然會繼續看得理想 當然了,過去這一季 無論中央香港或者其他銀行 就是匯豐這些 其實普遍都算是強的 雖然像你所說中央香港 例如好像二月份三月初那一圈都會下跌 但是那一刻因為跟著市場一起下跌 但是你見到匯豐完之後 其實它近這大半個月都上得比較快 的確整個季度來講完算 都是有的性的 起碼已經跑完整個大市了 或者這麼說 所以我想最主要都是 正如可能年初的時候都說過 銀行股最主要都是看那個加息周期 色差那個撲伏的憧憬 雖然未必即時是會浮現的 但是有這個憧憬 也對股份有一個比較硬朗的情況 而其實連帶來 譬如中央香港 雖然剛才也提到 可能在香港加息的情況 對比美國會有一點滯後 可能譬如美國你加幾次 才到香港動一次 譬如一五年那一轉都是 美國加八次九次 香港才動過一點 已經加完了 所以是會就是 那雖然今次預期會快一點 但是未必或者是一根 雖然未必是一根 但看到近期其實香港這邊 譬如HIGHBOR 都借勢在上去 那這個其實都對銀行股 是叫做有利的 所以我覺得就暫時的看法 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就是第二季當然 你說會不會好像 有第一季整體這麼強的表現呢 可能就未必有 但是會是一個不錯 穩陣的選擇 就是起碼反過來 我自己又不會預期 它有什麼很大的空間 最主要另一邊商 我想最主要都是有個息去頂住 就是你看到 譬如中央香港或者其他銀行股也好 其實都有一個不錯的息率 其實在這一季裡面 其實不要說是銀行股 我很明顯地 其實資金是很喜歡一些高息股 或者偏向息率是高的股份 甚至乎高息得來 就意味著一點就是 股值相對會比較吸引 就是這兩個的方向 大家是比較喜歡追捧一些 所以除了銀行股之外 譬如你過去的電信股 那些內銀 其實全部都是一個比較強的白銀牌 所以或者綜合型股份 其實都不差 所以我覺得 這一刻來講 其實大家的口味 應該又不會轉變得這麼快 就是沒有理由剛剛完結了第一季 第二季第一天回來 馬上轉變了 所以我覺得 應該短期來說 特別是第二季 可能四五月的時間 應該大家到這個方向 都沒有太大的一個改變 所以我覺得 如果銀行股來算 應該都是屬於比較穩陣的一個選擇 就是如果是有貨 就繼續拿著 但是如果沒有貨的話 現價追 你又覺得可不可以 沒有貨一定的 有貨當然繼續炸 始終個勢都還好 就是中南香港 特別近這兩天 你隨著業績出了之後 其實都突破一些軍線 那無論從看頭 從基本面等等 各樣的事情 都有個不錯的看法在 所以有貨當然繼續保持 但是沒有貨 我想初步 可以等低多幾毛錢 譬如振回50天線附近 才做第一注的買入 因為始終 怎麼說也好 這一季都叫做 升得比較明顯 一點 所以我想如果 硬硬去 馬上再急追上去 始終這個 也會有少少可能 是反覆的風險 所以如果有機會 可能振回50天線 才買會比較合適 是 那我看見 TRAK ROOM 也有人想問 2388上網可以多少 如果2388來計 我想暫時 就如果這一轉 看看有沒有機會 振回31.5元這些位置附近 我覺得就不預期 即時可以破到之前的高位置 但是短期的勢是漂亮一點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 起碼要上一些軍線樓上 所以要看31元 鬆一點這些位置 但是如果 一個中長期 譬如今年年尾來計 我覺得要破 可能之前二月份的高位置 32.5元上 那個機會還是大的 因為像剛才說 就是中長線有息差 那個衝勁 就是確保衝勁 連帶息又不錯 那還有 即是說真的 中長香港 我想過去二月份 下來的轉 除了受累於整個市場之外 其實當時也有說 可能受累了 就是本地的疫情 因為當時都比較嚴峻 那其實很多港銀 銀行業務 都有些影響 雖然部分轉到線上 但是那些所謂賺錢的業務 其實很多 不能夠完全浮在線上 即是沒有理由你 批了很多貸款 所有東西 線上一按按鈕 也是 所以我覺得 這些都會有些影響 但是這件事來講 始終過本地疫情 其實 我想慢慢大家都 覺得高峰期已過 雖然是否完全過去這一波 就未完全是 但是如果你說 未來慢慢 例如四月份回來 可能很多的經濟活動 都慢慢正常化 其實對於香港 往後的憧憬 會多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 中線 即是中線 來算 要高一點的機會 依然比較大